我們非常開心的邀請到查理沃克塔羅創辦人張宇謙查理先生來到我們用專訪 你好 想請查理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初是什麼樣的契機而接觸到這個產業的呢 原本我也不是做身心靈方面 我原本是做醫療業在診所當牙記師專門做假牙的 因為做了蠻久了快十年了 但是久久就發現這不是自己嚮往的生活跟日子 然後原本自己也很愛算命 或者是去參與一些身心靈活動 就認識到我們的老師 他就在聊天過程當中說 其實你算是蠻有天分的 那你有沒有興趣來學一下塔羅牌 一開始本來就蠻有興趣的 只是一開始會覺得這是什麼話術 但就覺得有機會那就來學學看 但學過程當中真的蠻快的 就像他說可能我真的很有天分 不到一個月就學完了 然後被找去代班 真的讓我覺得好像真的有天分上的落差 都是我自己在教學過程當中 有些學生真的很努力 但是他們好像真的比較沒天分 怎麼學都學不來 是 所以就以印證老師當初所說的就是你很有天分 所以你很適合做這個產業 是 那我們這個品牌經營到現在 那你是用什麼樣的理念去經營這個產業的呢 好我希望可以給每一個來找的人 是一個非常舒服啊自在啊受療癒的環境跟感受的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未來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並不是所有的你說算命啊塔羅占卜啊 命理相關我們說的算的 會給他們一個他們想要的建議跟方向 讓他們知道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嗯是 那目前我們查理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呢 我現在的話以塔羅占卜來說 它有線上跟現場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摩法油 摩法油分分三種啦 有說感情的業績的還有工作順利啦 或者是鞏固自身氣場這樣子 嗯 對還有一些療癒的部分啊 巴士療癒啊 可以放空進空我們的身心靈跟大腦 是 就是可以依照這些有需求的客人 依照自己的選擇去選擇這些服務 做一個療程 是 那畢竟同行業者其實蠻多人都在從事這個身心靈的產業 那您個人覺得最大的差異化是在哪邊呢 最大的差異化 我覺得我跟別的老師最大的落差是 我算很快 以十分鐘來說的話 我可以算不糾結 我可以算五到六題都沒關係 但糾結的可能一小時也算不完一題 我就會非常快很準的 然後給他一個方向跟答案 例如問感情一來 我就說這個人對你是有興趣有好感的 那有機會可以發展 那你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那未來三個月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 那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跟你的建議是什麼 是 一提肯就這樣解決了 就等於說是從一個快很準的方式 你要什麼我就直接跟你說 對對對沒錯 是 那這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一些成就來源 是支持我們查理想要走下去的一個動力呢 其實蠻多的啊 因為很多客人都會給一些很不錯的回饋 因為在我線上結束後 我都會幫他們做一些今天的重點整理 那重點整理完之後 他們都會說今天的感受很好啊 有被我療癒到啦 或者有講到他們心裡面啊 甚至有些沒有講的他都覺得我講得很好 甚至更讓他覺得可以好好堅持下去走下去的動力 是 那未來我們有什麼樣的短中長期規劃嗎 短中長期喔 以目前來說 我短期目標已經達成了 就是剛開始創業到現在 大概兩年多的時間達成 就是以用這個工作正職來過生活啊 然後非常的自在輕鬆 也有一些演講啊 教課 甚至一些酒吧配合的活動 我覺得短期目標已經達成了 那後續的話我想要創立一個算是小團隊吧 然後可能有幾個學生來一起做占卜 然後甚至最長遠的話 我覺得我想要開公司 然後開發票 之後結帳的時候 我會說要載聚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你說學投身 對我來說是一個成就跟里程碑 是 等於說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是朝著越來越有規模的方式去做一個潛進 是 那未來呢 如果有一個年輕的創業者 他也想要投身在這塊領域 那我們查理有什麼建議的話想給他呢 我就說就去做啊 因為沒有做過之前你從來都不知道做這件事情 到底好還是不好啊 不用去擔心你做了會不會成功還是失敗 因為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 都會有你可以去得到的東西 失敗也是好的 會讓你知道下一步怎麼走更好 嗯 是 所以呢我們這些創業者呢 有什麼樣的目標跟什麼想法 做就對了 對我會說做就對了 想是過程做才會是答案 沒錯 是 好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查理沃克塔羅創辦人 張宇謙、查理先生來到文龍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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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